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唯独基督是福音 除了基督没有其他的福音 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保守住我们 使我们千万不要离开基督 使我们千万不要因离开基督成了恶人 不仅害了自己又害了儿孙啊 求主怜悯我们保守住我们 使我们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蒙上帝的使用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真实的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创世纪22章17节到18节 我们因福音而活呀 通过这福音 不仅我得救了 那么得救的我 因这福音我得救赎了 那通过我把这好的福音 传给身边更多的人 通过我们 有基督耶稣的爱 彰显出来使灵魂得救赎 上帝是让我们承担这庞大的事情啊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祝福啊 正是要通过大家和我 上帝要彰显出他的事情 更确切地说 通过我们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国家 要彰显出上帝的事情 我们国家如果蒙上帝的使用 如果我们国家蒙上帝的喜悦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因上帝的允许 大家和我有幸遇见了主 因上帝的话语 因上帝的允许 我们被招到主面前 能够和耶和华上帝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这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与上帝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那么通过我们 使身边更多的灵魂认识到上帝 认识到耶稣基督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多么庞大的荣耀 这正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到底什么是成功呢 格林德前书 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读一下格林德前书二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 我们人如果不属于基督的话 灵里是死去了 一个人如果灵魂死去了 就跟动物是一样的 灵魂死去的时候 读圣经也读不懂 因为灵魂死去了 不醒悟的话 如同灭亡的畜类一般 就是动物的水准 没办法明白圣经的话语 没办法领悟上帝的话语啊 我的灵魂活了 这时候才是真实的作人 为什么很多人始终相信的是进化论呢 因为灵魂死去了 所以看待一切仅仅是动物的眼光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这所有的自然界 这世上所有的万物 是全能者上帝创造的 而我们因犯罪 灵魂死去了 所以呢 就活在罪恶里 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在犯罪 就在古代的时候 曾经 有些人说地球是圆的 结果这个人就被判死刑了 有些人说 这个地球是 一直在转动的 结果呢 也被判了死刑 那当时这种判死刑 真的是毫无根据啊 上帝有荣耀 如果人类始终不认识上帝的话 上帝会用上帝的方式行神迹其事 为的是让我们人认识上帝的存在 出埃及记十四章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有作为 甚至很多人 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最终认识了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的存在啊 出埃及记十四章 我平牧师在这里 传讲上帝的话语 我很想分享一些 我的这些经历 和上帝的话语 但是大家始终不领受的话 我内心也很着急啊 我平牧师站在这里 只专注于主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蒙主的使用 我应该怎么做 才是蒙上帝的喜悦呢 我们找下出埃及记十四章一集 摩西是与耶和华同行的人 摩西是聆听了耶和华的声音 而埃及军队呢 虽然军队的外在条件非常的好 但是埃及军队却不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灭绝了埃及军队 而从这样的事情呢 耶和华得到了都是荣耀 我们个人的事情 无论是在小的事情 还是在大的事情 家庭里的事情 还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都有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上帝的话语全是预言的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上帝教导我们 什么样的事情是该做的 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什么事情一定不能做 在座的各位 我们祖祖先先都犯罪了 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甚至背叛上帝 离开上帝 那么我们人都是背叛的 我们身上就带着这样背叛的罪恶 通过真理的话语 通过圣洁的上帝的话语 我们才认识到 我们有这样 误会肮脏的罪恶呀 这是靠着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恶能得到赦免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呀 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阿们 十七节十八节 我们再读一遍 耶和华为了悦纳这一切的荣耀 使妨碍福音的人都死去 妨碍福音不承认耶稣的 不承认上帝的作为的 都会被灭绝的 为的是上帝 为的是上帝要让这些人认识到 上帝是活着的 是存在着的 在这世上 有光也有黑暗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 唯独耶稣是光 属于耶稣的才是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约翰一是一章五节 上帝是光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属于这光呢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才能活在光明里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光 照亮我的内心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而我们呢 一定要信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因信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的 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啊 如果我没有活在光明中 我就是在黑暗里挣扎着 在黑暗里 乌黑一片中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 不知道自己灵力 是什么样的状态 身处在黑暗的人生呢 是非常凄惨的 是灾难和咒诅啊 而且在黑暗里 再怎么挣扎 也得不到光 我们要活在光明里啊 使我们领受着光明的 唯独靠上帝的恩典 是因上帝的爱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蒙恩典 使我们的内心 有耶稣基督的光 照着我们的内心啊 出海记记二十章五到六节 而且上帝要使用我们 使我们为上帝而活 为主的福音而活 而我内心为什么始终 不领受上帝的爱呢 都是因为我内心属魔鬼 我内心偏心 偏爱的是魔鬼啊 罪恶是恨恶光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二十一节 耶稣是光 而我的内心 为什么没有耶稣光照了我呢 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身份 约翰福音四章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很多人认识不到自己犯了什么罪 很多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我们是罪人 而我们的罪恶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得到赦免呀 我们唯独通过主 才能与耶和华 紧紧地在一起 大家知道 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 做事多么的卑鄙呀 那手段 日本突然袭击了夏威夷的美军 结果美国呢 就用核武器 制雷一下日本 日本人就投降了 那么这件事情 也是彰显的是上帝的荣耀 而日本呢 始终碗梗被你 还不认识耶和华 我们要认识主 才能认识耶和华 诗篇三诗篇八截 在座的各位 不足的仆人 我平昂牧师 从上帝那里领受的 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平昂牧师 每一天做的事情 就是日日夜夜悔改 每一天每天都在悔改 然后就传讲福音 有一次参加复兴会的时候 其他教会的牧师 要跟我住一间房间 他要观察我 发现哎呀 条牧师真的没有文 真的没有稿子啊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六节 什么是我的财富啊 遵循上帝话语的 才是我的财富 我遵守了 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属于我的财富啊 初埃及十四章 十七节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伊和华了 阿们 这是当时出埃及事件呀 日本人 为什么突然袭击了夏威夷呢 正是日本人的心 多么的刚硬啊 一个道理吧 是谁主宰了日本人的心 去袭击夏威夷呢 这也是上帝耶和华 在主宰这一切 耶和华上帝主宰着这一切呀 是耶和华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就像当年日本攻击夏威夷 结果呢 日本人 上帝却治了日本 这事上发生的一切 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地实现的 以后的战争也是一个样子 不认识耶和华的国家呢 都会被灭绝的 而从这样的事情 上帝得荣耀 我们读了这句经文 我们还不醒悟吗 我们人的内心的一举一动 是谁在主宰着 是耶和华上帝在主宰呀 我支配我的内心 绝对不可能 我的内心也是由上帝主宰呀 很多人想靠自己研究 我们人靠自己研究的 仅仅是懦弱的初等学问的状态 认识了耶和华才能明白这一切呀 不认识耶和华的最终被灭绝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耶和华呢 我们要认识主啊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韩国的历史是什么呢 曾经韩国没有建国之前 还算是一个朝鲜 那这时候福音也传入到我们国家了 上帝爱我们 给我们传福音了 而当时 我们就是朝鲜的王室呢 一直妨碍了这福音 甚至杀害了传福音的宣教师们 福音传入到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却妨碍福音 而因为上帝是向我们施怜悯 爱我们 所以呢 让我们经历了这四十年 被日本人侵略的这样的 惨痛的一种教训 直到我们认识耶和华 直到我们承认上帝的作为 这些为的是荣耀上帝 这些为的是上帝得荣耀啊 那么我们遇到经济的问题了 经济的问题 也是由耶和华主宰的 我们找一下猎王纪下 六章二十七节 我个人的经济上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经济上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问题 都是由耶和华上帝在主宰着 那么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 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才能遇见主啊 我们向主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才能认识耶和华 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因上帝召唤我们 来到了主面前 因上帝向我们施慈爱 我们才能来到主面前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那红书一章 妨碍福音的 毁谤福音的 上帝一定会报应的 通过自然界报应 出埃及事件 正是通过自然界报应的 埃及军队是死在那个红海里面呀 如果人始终不认识耶和华的话 上帝一定会让他经历一些事情 直到他能认识耶和华 承认耶和华的作为为止啊 上帝爱世人 因爱世人 向我们伸出了救援的手 派遣了爱子耶稣基督啊 在座的各位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 大家和我 我们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爱了 首尔的信徒们 也是非常有福气的呀 在座的各位 上帝的话语是超越整个空间的 上帝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 上帝的话语正是全能者上帝呀 我们这次参加福星会 我们认识到 要认识耶和华 不认识耶和华的都会被灭绝的 那么最近有核武器的一些威胁 我陈牧师经常祷告 这核武器不能轻易地用啊 为什么当今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使用核武器呢 据说苏联美国 北朝鲜都在制造这些核武器 我们为什么很担心 这核武器会轻易地使用呢 部族的普通我平牧师祷告的时候 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在祷告的内容里呀 列王记下六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列王记下六章二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何场 是从九诈呢 阿们 因为时间关系就先读一次吧 就比如说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被包围了 这个国家被包围了很长时间 那时间太久了 被包围的这个国家里呢 两个妇女 开始煮自己的孩子吃 肚子饿的时候呢 眼睛都看不清楚 大家知道人饿到一定程度了 就看不清什么是 什么是人 那这两个妇女呢 煮了自己的孩子吃之后呢 肚子饱了 就发现自己犯罪犯错了 那么我们遇到贫穷的事情了 这贫穷的事情 这经济的问题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着的 我什么都做不到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王 承认的是耶和华 一个国家的王是投靠了耶和华 这个国家的王很实在地告白 我帮不了你们 唯独耶和华帮你们 如果人能做主的话 苏联不会瓦解的 一个国家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 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呀 在座的各位 那这个国家的王正是 承认了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呢 这个国家的王是认识耶和华的 那么我们再读一下 《日王记》下七章八节 长大麻风的 却拯救了一个国家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就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大家知道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会受耻辱 会受逼迫 为基督的名受羞耻 为基督的名受耻辱 就比如说 这世上所谓有学位 有文化的人 有博士学位的人 很瞧不起信耶稣的人 很瞧不起信主的人 而往往这些被藐视 被瞧不起的人呢 蒙上帝使用 因为上帝是慈爱 是怜悯啊 耶和华教导我们做仆人吧 让我们处于谦虚 谦卑的地方做仆人 而我们谁都不愿意做仆人 所以不能蒙上帝使用啊 能拯救一个国家的 并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 也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 全靠耶华上帝的作为 而耶华上帝使用谁了 使用认识耶华的人 使用承认耶华作为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列王记》下七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 来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物 来去收藏了 阿门 这些长大麻风的呢 是受排挤的 不能进入这个城里边 相信在座的各位 也有一些人 无论去哪儿 都没有招待我的人 那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呢 就是不能受到一些尊重 他们吃了喝了 就拿出一些财物来收藏了 这就是大家和我的处境 我们看见好的 我们也想藏起来 我们也都想收着 很多人说 哎呀我的东西被偷了 这世上的一些都是我的 在我这儿保管着 又在别人那里保管着 这不都一个道理吗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承认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基督是属于上帝的 这世界又是属于上帝的 是上帝创造的 格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呀 我这里的东西 先放在别人那里了 这不就一个道理了吗 我们的心胸要宽广啊 那么第九节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阿门 你看 这些人知道自己犯罪了 他们认识什么是善 唯独耶和华上帝是善 马可分十章十八节 认识耶和华上帝是善 认识到自己犯罪了 第八节他们拿财物藏起来 在第九节他们悔改了 认识到自己犯错犯罪了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这好信息就是救主 耶稣基督诞生了 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识悔改的机会 正是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诞生 是我们的救赎主主 基督诞生了 这就是好消息呀 我们的国家 我的企业 我的工作单位 我的家庭 现在即将面临破产了 即将面临死亡了 很多事情已经真的是没救了 无论在这样特别凄惨的处境中 只要认识耶和华 很贫穷的两个妇女呢 煮了自己的孩子吃 这两个妇女来找王讨个公道 结果这个王就告诉他们 只有耶和华能帮你们 我也帮不了你们 大家和我 只要我们认识耶和华 我们就能得救 只要我们认识耶和华 我们国家就能得救啊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要认识耶和华 这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这三个长大麻疯的人呢 大家知道 这个城一直被围困 而耶和华上帝 使他们逃脱了这一切 那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耶和华呢 诗篇三诗篇八节 我们认识主才能认识耶和华 那我们要认罪悔改 才能认识主啊 而且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最后四七段悔改才能认识主啊 上帝的允许在基督里面全是是的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才能认识耶和华上帝 因信耶稣基督才能蒙上帝的使用 诗篇三诗篇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阿们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识悔改 属于基督 我们向主承明我的罪 向主承明我祖宗的罪恶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 而且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洁净我的 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 而唯独靠着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才能得到赦免呀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背叛基督的不仅害自己 也害了儿女啊 大家知道 一个猴子 猴子去了月球 这猴子就出名了吗 猴子登过月球 但是这猴子还是猴子 不会把猴子当成人来看待 我们都醒醒过来 醒悟过来 我的灵魂活了才是人啊 如果我的灵魂死去了 我跟猴子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 要领受这福音啊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七节 只有在基督里 才是焕然一新的崭新的新人 那我怎样才能属于基督 我怎样才能进入到基督里呢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才能进入到基督里 才能属于基督啊 在基督里使我们领受 这上帝的一切的应许 我内心 我的心灵能得以医治 这是靠上帝的恩典呀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心中的喜乐是最好的良药 心中的喜乐是最好的补药啊 所以大家真诚地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吧 真诚地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承认自己是罪人 认罪悔改的时候 疾病也能得到医治的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阿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而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啊 骨髓如果生病了 就不能造出好的血液 如果这个血液不健康的话 就会被那些病母 就是就会被一些 严症吞吃啊 然而大家和我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的心灵活了 上帝的话语 医治我的心灵 上帝的话语 拯救我的心灵 当我们认识到我是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上帝要使用我们 铁撒罗林家前书五章十六节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常常喜乐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臣呼喊阿们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吧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要常常地喜乐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呢 提摩达前书二章五节 耶稣基督是一体 是一位呀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我的内心服侍基督的灵 我内心服侍基督的灵 就意味着我内心有耶稣住进来了 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体 是一位呀 提摩达前书二章五节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之助 这才是信心呀 那耶稣基督在这世上 是怎么生活的呢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 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的香气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有些人傲慢 骄傲 自以为是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 傲慢的人呢 自己的家庭就一塌糊涂 儿女也不听话 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塌糊涂的 我们人 因信耶稣基督 才有真实的爱心呀 我们的内心 我们人是没有爱心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爱心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彰显出来 真实的爱人如己呀 我们要看顾周围的人 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 我们先看顾我周围的人 看顾弟兄姊妹们 而且再看顾我周围 有没有贫穷的人 生活吃力的人 如果每个教会都能真实地做到爱人如己的话 我们就会节省一大笔国家的这个 有关福利上的政策了 上帝给我困难 为的是让我们归向主 归向耶和华 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责任 欧洲一直推崇这些福利制度 美国的福利制度呢 也一直在看着欧洲看齐呀 向欧洲看齐 福利制度不是靠我们人能做到的 是上帝那里 唯独上帝那里有祝福 是上帝的恩惠养活了我们呀 而我们始终犯罪的话 罪恶是有灾难跟着的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承认我是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真诚的认罪悔改 是篇103篇三节呀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马太福音20章26节 读到28节一二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假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什么是信呀 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有耶稣基督的爱 彰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这才是有信心的人啊 有耶稣基督的爱 彰显在我的身上 这时候不仅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能拯救国家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惠呀 一个国家的王都束手无措了 束手无措 但是 这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却被上帝使用 蒙上帝的使用 拯救了一个国家的困境啊 大家和我 因信耶稣基督 我内心服侍耶稣基督 因主耶稣基督 使我认识了耶和华 使我们蒙上帝的使用 通过我们彰显出 主耶稣基督的爱 彰显出上帝的爱 使身边更多的灵魂 领受这福音 使身边更多的灵魂 能够得救赎 我愿意蒙上帝使用的 我们就呼喊阿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您实在是真好 主啊 我们今天刚明白 要做仆人 要服侍身边的人 耶稣 耶稣为我们亲自立下了榜样 是多么的美好 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正是蒙上帝的使用了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蒙上帝的使用 使我们做真实的爱国者 使我们 能够谦卑地 靠着耶稣基督 真诚地悔改 认罪悔改 使我们每个人 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爱 彰显出来 蒙上帝的爱 使身边更多的灵魂 我们一起大声地呼喊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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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耶和华 使我们认识 主上帝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使用我们 使我们谦虚 蒙上帝的使用 主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